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美门官方频道的 功夫主厨到你家 我是主持人Gini 这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示范的主厨 明雪师姐 大家好我是明雪 听说明雪师姐当初就已经有点餐饮经验了 那明雪师姐当初是怎么会来到场练功呢 其实来到场练功是因为家人身体有状况 所以是陪着家人一起来练功 那自己本身对气功这方面也有点兴趣 所以就跟着家人一起练 那后来因为家人练功后 我身体恢复的很不错 那还有也就是看师傅还有师傭师姐 其实大家都是很忙 那我想说既然那个家人已经好转 那其实自己也应该为到场做一点事情 想说我自己的兴趣也是在厨房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来帮忙煮煮饭给大家吃 这样子 所以后来就一路这样子一直到现在 对一份回馈的心感恩的心做菜也是很重要的 那今天我们想要介绍什么食物给现场的观众朋友呢 今天介绍的这一道是凉拌土豆丝 它这一道的话是比较带点微酸 那是非常适合在饭前当一个开胃菜 每一个季节其实都很都很适用 四季都可以吃 那凉拌土豆丝我们需要准备哪些食材 主材料是马铃薯也就是土豆 然后还有红黄甜椒 然后还有香菜 那还有它的酸味的话我们是取用柠檬汁来做材料 马铃薯听起来好像蛮营养的 马铃薯其实在营养学上来讲 它其实它是热量低可是养分很高的 你如果用单纯的烹调方式 比如说蒸煮或者是用烤的方式 加点盐巴或者是胡椒粉这样子来单纯的调味的话 其实它100克的材料的话热量只有80克而已 好那我们就请我们主厨开始来示范了 OK 先削马铃薯 好我们今天要做的大概是三四人份嘛 所以我们马铃薯一样是准备三颗吗 如果三四人份的话应该是差不多两颗就可以了 对 像刚刚讲的除了它那些养分之外 听说它的维生素B啊C啊都是苹果的好几倍 其实它它可以变化很多种的方法 焗烤啊或者是薯条啊或者是凉拌啊其实都可以 马铃薯的话因为它很容易氧化 所以切完的时候要马上帮它那个放在加在水里面 因为我们今天的食材的话是主要是撕 那撕的话一开始就要决定你撕的厚度 看一下主厨的刀工多好 哇怎么那么薄啊我们要切多薄啊 对其实你如果没有办法刚开始刀法没有办法这样子的话 其实也没有关系 就是你就是尽量把它抓平均 那其实刀工就是要慢慢练了 对 那记得在厨房中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像我记得我们以前那个刚进厨房 没有做菜经验进厨房学习的时候 一定是先从洗碗洗菜 过一阵子才碰刀 碰刀要切这种实时最有挑战性的 因为你其实你片的厚度你先取出来以后 你再来切 其实它撕的厚度其实都就会比较一致 那切完就先把它泡在水里 第一个是先去掉它的淀粉 然后也让它比较不容易氧化 就是师傅说 厨房是一个很很好的那个修炼场所 水里来火里去 如何在水火交融的场地 你还有能够达到水火积极的感觉 好现在这个马铃薯切完后 我们带来就是红黄椒 一道菜里面的小原则就是 所有的配料一定不能加起来不能比主菜多 主角配角要分配好细分 对不然其实你就会强调了 你都不知道到底是凉拌甜椒丝 还是凉拌土豆丝 所以我们刚刚用了两颗土豆 只要用可能只有五分之一不到的烘 对因为它主要是配色 那因为我们的丝的话你主材料 它的大小也不能比主材料厚 所以就是尽量稍微把它片一下 切丝啊切末就是你一开始就要取决于你那个厚度 你要切末的话就一定要像刚刚切那样薄片 然后再切薄湿这样的话 其实它你后面再切末的话就会很快 就不用从前面一大块这样一直多一直多一直多 其实这样是很非公的 然后还有同一道菜如果是都是丝的话 你如果主材料是丝的话 那你配料的话基本上就要都是丝 你不要那个等一下是等一下又偏成块状啦 切丁配丝 对尤其是像切丁配丝 筷状的筷状或片状的东西 你基本上就不要那个出现丝的东西 对这样的话整体的整体看起来的话会比较好看 那口感的话也会比较一致 这个香菜的话因为我们是丝嘛 所以我们会先取它梗的部分 那叶子的话我们可以留着等一下可以摆盘用 好现在我们的材料已经先 已经大致上都切完了 那接着就是要开始先汆烫 水已经烧开了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马铃薯的水先倒掉 全部先倒下去 其实马铃薯因为你已经把它切成细丝了 所以其实煮的过程当中其实它就很快 煮开后大概在差不多一两分钟其实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要保持它的脆度 所以基本上就是起来的时候还要再稍微把它冰镇一下 因为其实像师傅的料理都很强调 东西一定要还需要熟食 熟透软三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的 师傅就说其实你在厨房 你就是你要保持一个热丸的精神 就好像半家加酒一样 其实你自己就会觉得充满喜悦 真的心态很重要 对因为后来听了师傅这样子讲以后 其实本来已经烦躁的心情是就马上静下了 像这个时候在等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既然你来到煤门一定要平甩啊 所以其实任何时间抓住时间 十分钟也好五分钟也好 它也是一个练功 好现在水开了 那我们也把甜椒一起下去煮 再下去煮也大概一分钟吗 对 接着我们就是要把它冰镇 冰镇 来 就这样 好 我们就把它捞起来冰镇 那其实冰镇的话其实就是你要 因为你要快速冰镇 那就是要 其实就是冰 冰块可以稍微多放一些 嗯 对让它可以急速的冷却 你如果冷度不够 它如果泡水太久的话 其实它会变成会有带水味 哦 对也会影响到它的口感 哇这也是小蜜蜜要注意的地方 对 今天所用的酱料其实都很简单 就是最基本的 那今天会用到的就是 盐 糖 香油 还有那个花椒油 对 花椒油主要是增加它的香气 接着就是要开始调味 盐吧 盐巴 盐巴 盐巴要用多少 二分之一大匙 因为我们今天是酸嘛 所以我们会加点糖 去中和 稍微中和一下它的那个酸味 那糖也是可以提味 那一样也是大概差不多二分之一 我们一般在家里的话都是用 其实用二砂其实就可以了 哦 二砂就可以 好 对然后再加点香油 香油要加多少呢 香油的话是大概差不多一大匙 一大匙 对 花椒油油的话也是一大匙 稍微把它拌一下 哦好香哦 都已经闻到那些香油花椒油的香味 对 然后再来就是加我们今天的酸 就是我们的柠檬 直接把它加进去 然后最后再把我们的香菜加进来 的颜色配起来其实就很漂亮 对啊 看起来就能够提升你的食欲 看这种亮的颜色啊 又红又绿的啊 对然后再把我们刚刚的香菜叶 香菜叶 拿起来 装饰一下 其实这样就可以了 看起来就很棒了 对 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今天的凉拌土豆丝 因为我们在吃之前呢 可以再把它 汤汁稍微淋一下 淋一点汤汁 淋一点汤汁 非常的爽口 大家一定要回去试试看 这道菜非常的简单 梅门功夫主厨到你家 在家自己也可以做出你的功夫来哦 有机会的话 可以到我们梅门各餐厅 去试试看我们各种不同的功夫料理 那当然你要做出这些好菜呢 也需要好的酱料 跟好的食材 也可以在我们梅门需要房 所有的梅门需要房的资讯 跟梅门餐厅的资讯 我们都会放在 YouTube的标题底下说明栏里面 那也要记得 订阅按赞 分享我们梅门官方频道 谢谢大家 开启小铃铛 所以事情非常的健康 所以事情非常的健康